创业是我人生的上半场 人生下半场就为这个社会做出一点贡献 顺服的个性其实跟他从事摩托车的生意一样 快人快语非常乐于分享 他捐钱行善也是一样 马上就在当下一点都不含糊 他书读的不多 不过这也成为他勤学耗学的一个最大的通力 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他在慈善的过程中 很大一部分是在帮助本地的马来社区 因为他摩托车的客户 很多都是马来族群的同胞 别人都担心说是不是钱不够用 不过他担心的是给慈善团体的捐助会不会不够 我们知道你做了很多慈善的事业 为什么对于你来说慈善是什么 可能受交易也不高 然后就读了几年书 十多岁就出来创业 创业是我人生的上半场 我退休后就想着既然创业了几十年 做生意做了几十年 人生下半场就为这个社会做出一点贡献 我想知道你的善心是什么时候被启发的 我自小是和外婆住在一起 住在苏埃鲁那边 外婆时常都带我去巴萨 有时看着外婆就走走走 走到那一摊好像比较没有客人的 很少人走的地方和他们买肉买菜 有一次回家就问外婆 外婆 为什么我们不找那摊最有生意的 看了最新鲜的 外婆就对我说 哎呀 那摊都很多人光顾了 他们生意都这么好 我们尽量和那些比较没有人的摊位 让他们可以至少赚多一点钱 可能从那时启发 你做了很多慈善 其中蛮大一部分是在帮助本地的马来社群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其中的因缘是什么吗 我们搬去港马路 这个地区 马来人很多 放水了就在那边踢球 和他们弹弹吉他 就这样和马来人接下很特别的因缘 我们十多岁的时候 和父亲出来创业 这么巧我们做的行业是买卖摩多的零件 摩多骑士多大多数都是马来人 我一路来都在帮助马来庙 从他们有些很古老的马来庙 还没有重建 我们就帮他们 因为我有七十八千的客人属于马来族群 有时我就问那些马来人 为什么这么远 你不在乳酪买 就差那一两块钱 他就跟我讲 他就喜欢听我华人讲这种马来语 我们知道你还有一个惊人的壮举 就是你退休的时候 把自己公司的一半的股份 送给了一个员工 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 至少就过得比较贫苦的日子 可能穷过 就感觉财富不能永远留在自己的家族 财富如果有机会 我们还是要分散 这个员工跟着我十八年二十年 我就发觉这个员工的想法 他的做法 他的思维 理念感 方向都和我很接近 人生要遇到一个想法 理念 方向感 这么接近的 很难 为什么不选自己的儿子呢 有一半给儿子 一半给工人 互相配合 出生在比较贫苦的 他们那些冲净 他们那一股冲净 是完全不一样的 谢谢 我们注意到 其实你不管跟朋友聚会 出去吃饭 都会带着自己的老母亲 为什么呢 我最感谢的是我们的上天 这把年纪 可以每天陪着母亲 到处去走走逛逛 我们的生意 初创的时候 是和我审慎有点股份 后来我审慎说 要退股 那时我们的公司不要贫苦了 所以我母亲知道了 二话不说 去银行 把她的储蓄全部都提出来 让我退股给他们 不管这个世界上多大的爱 我们母亲的爱是最无私的 最伟大的 你无论走到哪儿除了带母亲以外 太太也是常伴左右 想知道你们夫妻俩的这个相处之道 本来她是一位教师 画画的老师 后来就过来我店里帮我 为了这个生意 我们拍拖了十一年才结婚 结婚了 我太太那天就问我 为什么我们没有不惊 去度蜜月 整天忙着生意 过天的时候又忘了问题 就这样过了三十八年 没有去度蜜月 所以你到现在还欠太太一个蜜月 欠蜜月 我欠她的真的太多了 你退休以后我们知道 你在这个社区 这个慈善工作都非常的忙碌 而且居然也担任了中华医院 七十多年来的第一个慈善大使 你打算把这个怎么样的一些心力 庆祝到这份工作上 有时我有空就下去中华医院 有时他们跪台的很低 on leave的时候 就帮那些病人按了号码 有些志愿就要讲 你是永久病院长 又是慈善大使 这些工作你不用啦 哎呀 我加入你们 就是要来帮助你们的 我不是来这边 走走看看 拍拍照 我可以做的 我就尽量加入他们的团队 就希望让中华医院 帮助 更多需要帮助的病人 退休了就去很多社区 帮忙联络所 帮忙那些教会 派发粮食 我才发现 我们一个社区里面 有慈善机构 有教会 有庙会 有政府机构 有联络所 都在帮助这区的 贫苦老人 残缺人士 低收入家庭 很感恩 新加坡人 可以生在这个国度 我们的幸福 指数绝对 是世界排第一 都在这一年 有康 jede 内健康 是 jun筒 她还薇 我们来部 我知道 我